航天二院研制水平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航天二院也以雄厚的技术实力发展成为 具有绝对优势的防御技术研究院 中国航天二院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 就致力于中国防空导弹武器的研制和开发 中国第一枚导弹就出自他们手中 在50年的发展中 航天二院先后完成了第二代防空导弹 前射固体战略导弹 陆基机动固体导弹等十多个武器系统的研制 特别是突破了第三代防空导弹技术 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创下了多个敌意 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 掌握了海基和陆基固体战略导弹技术 一旦可以良用的国家 说到航天二院在民用方面的贡献 院长谢良贵介绍说 他们正在参与北京奥运会的安全保卫系统的研制 我们陈达奥运的任务有这么几块 但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系统的 一个是场网内部的安全设施的设计 还有周界的安全 然后再把这些信息 所有几十个场网的信息 都把它集中到一个系统上 一个指挥中心上去 好 这些时段的新闻就到这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